我的皮肤太白了 晒不黑? 真可惜 如果看到皮肤红红的外国人 很可能是我们文化的人 因为他们在太阳下晒晒了 我知道在台湾大家喜欢白皙的皮肤 这代表人很有钱 对吗? 在我们的文化完全相反的 晒黑的皮肤意味着你很有钱 怎么会这样呢? 我很乐意和你们分享 对! 如果你们感兴趣 并且不想错过我的下个影片 我欢迎你们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和Instagram 在我们的文化 如果看到一个人晒黑的皮肤 他很可能是敢从海边堆嫁回来的 这意味着他有钱去海边度假 所以他收入不错 这样的逻辑正好相反 对我们来说 最好的假期就是去海边游泳 晒太阳 夏天很多人都会去海边 如果一年能去海边多次 就被认为是有钱人 我们喜欢晒黑皮肤的另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鲜瘦 就是说 身材看起来跟苗条 生活小技巧 如果你们在海滩上 注意一下女孩们是如何有计划的晒太阳的 如果她们爬在肚子上晒背部 她们会有解开油状的肩膀带 这样背上就不会有庸装的痕迹 晒完后 背部就没有白色的条纹 也就是说 背部是裸露的 这里最重要的是 不要忘记这点 然后突然站起来 如果羊躺着晒 这些肩膀带也会尽量摘下和残好 这样这边的皮肤会紧勇的晒黑 而且为了让腿看起来更秀长 需要让腿的侧面晒得更黑 为此很多人会侧躺 腿像这样脚长 这样腿的侧面就能晒黑 或者直接羊躺 玩去一条腿 这样太阳也能造舍倒腿的层面 说实话 我们真的觉得晒黑的皮肤很好看 因此这种的游客来到海边度假的时候 他们立刻会急急的晒太阳 也就是长时间在眼光下晒 许多人以为在眼光下的30分钟不会晒上 但事实并非如此 特别是在亚洲 许多人不知道在亚洲 阳光非常强烈 晒太阳需要小心 因此他们第一天的时候 皮肤就被晒伤 变得红红的 接下来的整个夹气都很痛苦 因为喷出皮肤 非常疼痛 所以如果你看到像 番茄一样红的外国人 很可能是我们文化的旅客 而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然有 而且不少 当我刚到台湾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 亚洲的眼光有多么强烈 在大学的第一天上课的时候 我从宿舍走到教室 早上10点 眼光明媚 路程花了10分钟 我到达教室的时候 老师问我问题 当我开始回答的时候 他便下来告诉我 别担心 放松点 不然你的脸 红得像是一位担心 其实 我根本没有担心 只是我在去大学的路上 被晒上了 所以脸变红了 从那时候 我就开始使用 SBF50的防晒霜 并每两小时涂蜜一次 在大学的时候 然后我们有湖外的玩球课 课程从早上7点到12点进行 尽管我在脸部和全身都涂蜜了 SBF50的防晒霜 但阳光实在太强烈了 课程结束 是我的皮肤会变得红红的 从那时候 我开始穿长袖的提束和裙上 上科技散布 并且跟平凡的涂蜜放晒霜 最终 学会了 如何避免在眼光下晒霜 对了 你们知道 什么是最好的方法来 鼠霜被晒红的皮肤吗? 准备好了吗? 你们会非常惊讶 是酸奶 对 你们没听错 就是酸奶 说真的 我的祖母 总是会在海滩后 用酸奶涂蜜全身 但我还小的时候 他们也会这么做 这种感觉并不是很愉快 可能是因为那时候 还没有流行防晒霜 现在我会定期使用防晒霜 来冷却和熟患晒后的皮肤 当然 保护皮肤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我和老公在台湾时候 已经习惯了不晒太阳 可以稍微晒黑 但对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是 皮肤不会被晒伤 因此我们会在脸部和全身 涂蜜SPF50的防晒霜 并且每两个小时 或更平凡的重新涂蜜 还像重浪者一样 穿着长袖技术游泳 新闻 你们喜欢这个影片吗? 如果喜欢 请点赞 如果非常喜欢 你们可以点击下面的 谢谢按钮来支持我 如果您对我对台湾的第一印象感兴趣 欢迎观看 这个影片 如果你们想知道 为什么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还怕去台湾的夜市 邀请你们看看这个影片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